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妍 23岁 来自黑龙江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妍 22岁 来自河北 无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毕业了 对 刚毕业 对 是没找 还是她不让你找 她当初是让我留在这儿 然后就是不想让我找 留在天津 家是河北的 对 本来刚毕业的时候 我父母给我找好的工作 然后他就是不想让我回家 就想让我留在这儿 然后也不让我去工作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是那会儿跟我朋友去球场玩 然后他当时正在打篮球 然后最近朋友一介绍就认识了 篮球少年 那是读书的时候的事 对 上学的时候 是校友还是两个学校 校友 他比我大一进 还是师兄的 对 是的 师兄干嘛不让人工作 因为当时他那个 我们科学毕业的时候 需要那个实习 然后当时他也没有实习 包括我感觉他这个 能力方面都比较欠缺 所以说我就是多想多照顾他 照顾他这样 你现在能养活起他吗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还挺棒的 就毕业一年 现在就可以养活两个人了 对 怎么了呢 姑娘 想工作 不是 是因为 还不是想工作 那想什么呢 因为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我还算挺好的 然后后来之后 他就慢慢对我态度 就特别冷淡 然后总是挑我这个 挑我那个 管弄我也特别多 然后我就感觉 他现在完全就是 没有当初对我的那份信了 而且我已经和他分手了 他就坚决不同意 分手了 对 我已经跟他提出分手了 他不同意跟我分手 我感觉我们没有闹到那一步 还不至于到分手 这个阶段 怎么 他怎么你了 你非要分手 就是他因为他要上班 然后他当时不让我上班 在家的时候 他每天一回来 然后就是坐在沙发上 就玩手机 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然后就开始挑我的毛病 说我什么也干不了 说我笨 说我懒 说得挺难听的 我就特别生气 这个我承认 因为我现在上班也是第一年 就现在我这个公司呢 两个人开销 确实有点困难 我就是利用那个 护家的这些时间 我就是做一些副业 你的副业是什么 就拿手机作为微商什么的 然后那个确实这段时间 是对他有些冷淡 冷淡也不至于分手 调整一下就好了 他也并不是说纸对我冷淡 他有的时候一生气 起来就开始摔东西 皮特别暴躁 那你出去找个工作不就得了吗 回来他不就不说你懒 不说你笨了吗 为什么不去工作呢 因为我就是怕他生气啊 怕他说我这个 不是你去工作他为什么要说你呢 他当初就是想他主外我主内 他就是那种大男子主义 特别那什么的人 就感觉我一个女生 就应该在家里做家务 你是怎么想的 对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就是我在外面工作 他只要说是把家 手都干干净净就行 但是吧 我每次 不是这事你找个保姆就行啊 干嘛找他呀 我感觉我现在吧 有这方面的能力 对你就找个保姆嘛 也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他不让我工作吧 我还不是说特别的 怎么别扭 就是他 所以这个事都是一顿一顿来的 你知道吗 其实他不别扭 那你别扭什么 你就说你最别扭的姑娘 他就是脾气一大一来 他就跟我摔东西 就前段时间下大雨那会儿 然后他下班回来 我俩准备要去吃饭 因为道上两边车特别多 然后我俩就走在中间了 被挤在中间上 他当时走在我的右边 来回过往车 那就往他身上蹭了很多的泥点 他当时就特别不乐意 就想让我走在右边去 然后我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说为什么呀 你一个男人身上蹭点泥点 是怎么了 然后当时就因为我说了几句 他还把我伞给我扔了 其实吧 我觉得他就是 比较自私的一个人 因为前阵下的一个大雨 下非常大 我就把那个伞 全都照在他上了 对呀 然后那个雨水 基本上全离我全身上了 我都感觉这都无所谓的事 然后就是走路的时候 他非得在马路中间走 然后两边车辆特别多 我觉得第一点非常危险 第二点 这车多见身上 很容易见到身上了 所以说我说 咱们去右侧走吧 然后我刚才说完 他也不同意 就来一辆车见 我跟身份 我也是挺生气的 当时就把伞人给扔了 就这事就分手 你们谈了几年 到现在一年多了 还不光是因为这事 这只是一个开始 当时摔完伞之后吧 然后就连着回去了 我也就没说什么 回去之后 我本来我就容易感冒体弱 我回去之后 我就感觉我特别难受 他一句话都不问我 他就不说给我倒杯热水 就一点都不关心我 然后第二天 他就起来就上班了 就把我自己一个人都在家里 那会我已经发烧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顾自己发脾气 一点不顾我的感受 刚才你说他还要跟你动手 是为什么呀 他就是一生气嘛 然后当时他拿着伞 然后他就追不上我 然后就把伞给摔了 就不给我打了 直接让我拎着走了 这也不是跟你动手的 他摔的是伞呀 你刚才不是说 他现在发展到 要跟你动手吗 为什么呀 为什么事啊 因为就是我回家之后嘛 然后当时我爸妈也是 知道了我俩分手了 然后就是因为 在雨中被淋了 他摔了伞 你们就分手了是吧 不是 是因为后来 后来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孩 然后他当时 我是故意告诉他的 我想让他过来 有这个机会 能过来跟我道个歉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他当时来了 把那个男孩给打了 你 我没听明白这一段 你妈给你介绍一男孩 然后你怎么做了 我当时没想去跟那个男孩 就是认识呀 了解 我就是想 没准以这件事 就当做一个机会 就故意跟他说 说我要去相亲 然后我就把时间地点 都告诉他了 我就以为 没准他不生气了 能过来哄哄我 而且当着我父母的面 然后父母对他印象 也能挺好的 你父母还去了 对 然后他当时一来了之后 那你父母知道 你有男朋友吗 知道 那还给你介绍男朋友相亲 不是 那会儿我已经说 我跟他分手了 然后我父母说给我介绍的 然后呢 然后他当时就来了呀 来了之后就把那男的打了呀 当着你父母的面 对 那哥们够委屈他了 人家招你们惹你们了呀 然后就当时整的 我跟我父母 做的就特别难堪 他当时我感觉 他这种行为 真是 我真是实在无法理解 你干的 对 这个我刚才 为什么呀 就是 我开始以为他就回家了嘛 那时候他就是 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架 让我去接他回家 就这样 然后我就去了 我去了之后 我到那一看 真是双方家长 就坐在那里 当时我就非常生气 我这么快就有新男朋友了 当时我也是挺生气的 也没管那么多 然后上去就 那你应该抽你自己呀 就是你交往了一年的女朋友 翻脸就跟别人好了 要不然就是你眼瞎了 要不然你就太笨了呀 你应该抽你自己呀 抽别人干嘛呀 他是没打他 他当时还打了我一下 他还打了你 其实我当时 我就生气就推了他一下 因为他当时上来 就是拦着我 你父母当时也在场 对 你那是推我吗 你使了多大劲啊 那是 当时就撞到桌子脚上了 然后呢 然后后来我现在也是觉得 那个这事做的 确实不怎么过脑子 然后也挺后悔的 女生我问问哈 就因为下雨天打伞 这么一点小事 你们就分开吗 不会吧 平时还有 因为有的时候 我本身就是比较爱玩的那种女孩 然后我在天津的时候 上学朋友也挺多的 然后有一回我朋友过生日 然后我们就出去唱歌 然后他就一个劲给我打电话 问我说跟谁在一起呢 在哪呢 就什么都要跟他汇报 就到九点多的时候 就给我打电话 赶紧催我回学校 九点多那会儿我们这么玩得开心呢 是我朋友的生日 他们都没有说散局 我当时说散多不可适 然后我就不回去 他当时就因为这一天小事就跟我吵 然后就不让我再跟朋友出去玩 他就限制我的自由 那你不想让他工作 是希望他在家里主家呢 主内呢 还是说你怕他因为工作 接触到你认为不安全的人或事呢 兄弟 这个两方面都有 第一点我就是不太希望 他在外面工作 然后第二点呢 他确实是比较爱玩 因为有一次 他跟他闺蜜出去玩 其实我挺放心的 但是挺晚的时候 他闺蜜给我打个电话 让我去接他 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 他喝的特别特别多 然后又哭又闹了 所以说从此以后 我就是尽量避免地 跟一些朋友出去玩了 我当时喝那么多酒 不也是跟我闺蜜在一起吗 我又没跟外人 那你知不知道 现在很多情况都是熟人作案呢 那我闺蜜还能怎么玩呀 你不觉得一个女生 晚上喝那么多酒非常不好吗 是 那你因为这个 你限制我跟这边的朋友交往 那我家里的朋友他也管 因为我们每个假期 都会去自驾游啊组织 然后本来是上个寒假就商量好了 那个暑假去玩 他当时就不让我去 说男男女女的在一起不好 然后我就特别想去 我又跟他商量就哄着球 他还是不让我去 这有什么呀 你跟他一起去呗 因为当时我也是在上班 那工作 所以说我就抽不开身 所以你想想想看 你让他工作多好 他工作他也抽不开身呢 你为什么不让他工作呢 唉 就是不是事事处处都管着你 对他什么都管着我 而且他疑心特别重 就是自驾游他不让我去了吧 那我就在家待着呗 我本来就喜欢玩吉他嘛 放假我也闲着没事干 我就托我朋友给我买了一把 我那个朋友他是个男孩 他也比较懂这一块嘛 然后当时给我买完之后 我就去找他拿 然后当时给的钱他也没有要 他就说一个入门的吉他几百块钱 就不至于跟我要 然后那我就行自微信给他转吧 微信转了之后他也没收 我说那我请你吃个饭吧 然后我就请他吃个饭 吃饭之后吧 我就让他给我照了一张 我抱着那个吉他的照片 我发朋友圈了 这就不乐意了 当时电话就给我拽过来了 然后就问我在哪呢 跟谁在一起呢 就说我一回家就跟男的约会 我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然后我朋友看见我跟他吵架了 也挺尴尬的 那你当时这个男的我也不认识他 你跟他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出去玩 那不就是约会吗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因为我是托人家买了个吉他 我就想请人吃个饭 表达一下介意嘛 然后就 那个男生为什么不要你的吉他 因为他跟我是发小 从小就认识 几百块钱就不知道的呀 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事 他就跟我生气 然后好几天也没理我 快开学那会儿 他给我打电话 说要去火车站接我 然后我一想还挺高兴 我说他气消了呀 然后回来我就背着那个吉他 然后拿着行李箱 在出站口里等着他 他可倒好 一看见我之后就拽着吉他给我砸地上了 当时出站口那么多人 他就那样对我 当时我们生气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把吉他 然后我当时去接待的时候 我就想 那个这个事就过去了 没有那我看到他之后 他还背着这个男的送的这个吉他 当时我就挺生气的 那是情敌的礼物 砸了 我没完那么多 拿着吉他就给他砸了 反正我就特别受不了他这个 他不光小心眼吧 还总限制我的自由 而且没事吧 还总说我什么都干不了 我感觉他有点打内心就看不起我 我明明可以去工作 他不让我工作 这也就罢了 我有一次 有一次我们出去玩 然后早上我本来是去ATMG取钱 然后我的卡那天我确实着急 我忘记退了 然后下午我一翻钱帮 发现卡没了 我当时特别着急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他二话不说 上来就骂我 说我傻 说这是一个正常人干得出来的事吗 你说换成任何一个男朋友 都会先哄这个女孩 让他不要着急 他当时上来就骂我 他平时就是什么事都做不好 你就取个钱 然后卡都不知道拿出来 像这样的事还挺多 他平时总喜欢把水杯和手机 放在那个包里面 我说那个咱们这个分开放 不要放一起了 万一这个水漏了 肯定把手机给泡了 然后他一直就不听我了 然后就有一天 他那水杯撒了 把手机就给泡了 他一直就不听我这些劝导什么的 什么事都做不好 那我把手机泡了 我也不愿意 我平时就那样放 他也没事啊 然后我那天 手机确实坏了之后 我就赶紧拿去手机店里修了 那个手机得返场 说现在修不好 然后我就赶紧打车回去 然后给他打了个电话 跟他说的 然后当时就 说一天没找着我 说联系不到我 说他着急 然后我一跟他说 我手机坏了这事 他就骂我 他也没有安慰我 为什么不想分啊 这个笨女人 还花心 又是急胎啊 又是相亲啊 弄个银行卡取个钱 还能把卡丢了 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呢 其实想一想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 我还是 这段生活还是比较快乐的 咋快乐呢 他有的时候 那个看起来挺笨的 但是也挺可爱的 看起来挺笨的 你就喜欢他笨可爱笨可爱的是吧 这有这么一点 有这么一点 你笨吗 我不笨 给人说笨了吧都 那你父母知道了 这么一个鲁莽的男孩之后 他们什么意见和态度呢 他们就是不想让我 跟他在一起了 说他这个行为 真的太冲动了 女生其实 你决定了吗 要分 看来是没决定 那你留恋他什么呢 又骂你 又对你不好 又差点打了你 你还留恋他什么呢 因为我俩当初 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确实是挺好的 好吗 但是他做的又太过分了 我去你俩在一起除了吵就是吵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他就是 各方面能力都挺好的 就是我们两个出去约会 然后什么都是 他提前安排好的 就根本不用我操心 而且我也挺喜欢他这种 就是喜欢健身 喜欢打篮球这种男孩 然后就是后来相处 我感觉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他 听明白了啊 最常用的问题 其实就是这样的问题嘛 那你还留恋什么呢 后来你发现 但凡所谓分不了的手 都有一些牵挂在里头 老师们会如何帮他们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件 你们两位其实我挺无语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们俩 都不适合谈恋爱 就都很奇怪你们的行为 你说你喜欢他笨可爱笨可爱的 那你又讨厌他笨笨的 做不好你要求做的事 那你喜欢他什么呢 你讨厌着你喜欢他的东西 所以你的逻辑我不懂 我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 我没听明白 你我也没太听明白 你说他不让我工作 我觉得这还不是事 我又体弱 我也不适合工作 所以他说你懒 这点倒是说对了 你就是懒得工作 懒得去努力 有这么一个 你觉得还挺帅的 也对你看管挺严 在代表很在乎 你的男人在身边 你觉得好了 我就可以放松了 我特别不赞成女人不工作 因为你不工作 你的世界就很小 你看到的就很小 你的事业小了 心就会小 而心小的人 很难找到快乐 所以你的身边需要的 不是这样的男孩 他促成了你的懒 支持了你的懒 而男孩你也不需要 这样的女孩在身边 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呀 你要一个可以打扫卫生的 他连家都懒得收拾 更谈不上做什么可口的饭 他明明不是你要的嘛 你看着他干嘛 所以你俩都不在恋爱状态 只不过是两个 找不着感觉的人 凑凑乎乎在一起了 就彼此好像抓住对方 来刷自己的存在感 这种存在感不是恋爱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许总 这个昨天那点阳光啊 是晒不干今天的衣服的 你们在一起 我没有觉得真是在谈恋爱 你们在一起呢 就彼此消费着对方的 谢谢 我说你 在家里的алось事 就要怎么能的 选择 你 在家里那个 上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对面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职场女强人 你还有这么强势吗 你马上就乖乖的 生活当中总有这一类男人 今天出现两个 就是希望女人什么也不干在家 是 我也能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 希望女人对自己百依百顺 扶手贴耳 崇拜自己 像自己一个小尾巴一样 天天跟着自己 说一不二 但是当女人真正的变得没有价值的 天天跟着她屁股后面 像一条尾巴一样的时候 这个男人又看不上她 但是当这条小尾巴要走的时候 她又会有失落感 因为这条小尾巴 就是你的幸福 就你给她这样的生活 你还对她说三道四 指东道西的呢 那你要是再多挣点钱 你更没好日子过了 她现在可以不远千里 当着你爸妈的面打人 你说她再多挣点钱 得了 我不认为这是年轻人的情绪问题 年轻人是冲动有情绪 血气方刚 偶尔做点错事 我可以理解 她坐了那么长的火车 在火车上都没有冷静吗 冲下火车就打人吗 再怎么样 你得顾及场合吧 双方的大人都在那 你第一次见你可能未来的丈母娘 如果你爱她 你会在她父母面前留下这样的印象 你怎么样你得忍呢 所以她不爱你 她要的只是顺从 当一个男人可以百般控制你的时候 当你真正成为被控制的对象 变得毫无价值的时候 变成一个提线木偶的时候 你离她抛弃你就不远了 就这样 特难受 对 人生嘛 什么都得听听 什么都得见见 做一个独立的人最重要 你不要试图去控制她 没有必要 女生同样的道理 要尊重别人 尊重自己 好了 让我们一起走进 港荣蒸蛋糕 好吃 不上火 黄金六十年 刚才听了老师说那么多 然后 自己现在也挺有感悟的 然后 关于咱们俩这段感情 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 就到这个时刻了 你都没有 你都没有一丝悔感 你就不能跟我道个歉 咱们两个在一起 那么多时间 不管做错什么事 你都认为是我的错 你从来不跟我道歉 就这个时候 你还认为 什么都要你做着 时间到 也都曾经爱过 何必变成仇人呢 谢谢两位 请回 这段恋爱你听的 不像一段恋爱 来 请关门 特别感觉像两个 在博弈和交换的人 我出了一部分这个 你拿这个跟我交换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砝码 你用这部分跟我交换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 来 有什么跟他说的吗 我想在这 先感谢一下三分老师 因为从前也没有人 跟我说这么多道理 然后 我想感谢一下大家 然后我以后会继续努力的 来 回去吧 我 你 我